最近中东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,哪三个重大变化?第一个重大变化是有国家开始忍无可忍,与以色列断交或终端贸易,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持续的行为已经惹恼了国际社会,各国对以色列的行为非常不满,就在这两天有两个国家站了出来,一个是哥伦比亚,一个是土耳其,哥伦比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,土耳其宣布与以色列中断经贸往来。 我们都知道,此前波利维亚·伯利兹已经与以色列断交,哥伦比亚此前也曾表示要与以色列断交,但由于美国是哥伦比亚最重要的盟友,最终在美国的劝说下,哥伦比亚暂时放弃了与以色列断交,然而现在哥伦比亚终于忍无可忍,宣布与以色列断交。 接下来可能还有智利等国,要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,不要小看这些域外小国,他们其实代表着大量域外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,随着以色列越来越猖狂。 国际社会可能会出现于以色列的断交潮,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支蝙蝠国家,它既是北约成员国,又与俄罗斯关系非同一般,它既是中东伊斯兰国家,却又与西方走得很近。 总之土耳其这个国家,就像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,哪一边都跨上一点,正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。 土耳其的态度往往超前于其他国家,是中东一些国家的政治风向标,土耳其宣布断绝于以色列的经贸往来,这说明中东国家对以色列已经越来越忍无可忍。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胡塞武装打到地中海,任谁也没想到,这次巴以冲突的主要角色之一,竟然是胡塞武装。 胡塞武装的存在感和作用,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些中东地区大国,譬如像沙特、埃及、土耳其、叙利亚等国家,对巴以冲突的影响都不算大,但胡塞武装的影响却非常大,甚至美英联手对其进行打击都无济于事。 胡塞武装发言人在当地时间5月3日宣布,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已命令该组织,对从地中海前往以色列港口的所有船只发动袭击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过去胡塞武装主要打击,从印度洋过红海到以色列的商船,现在由于胡塞武装的打击,航运公司除了中国等国的船之外,西方的贸易商船已经不走红海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胡塞武装无船可打,于是就开始对从地中海抵达以色列的船只,也进行打击。 胡塞武装的意思是,要把地中海到以色列的贸易运输通道也给封上。 此外,萨雷亚还表示,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发动攻击,胡塞武装将会继续扩大打击范围。 在红海、阿拉伯海、印度洋和地中海等,打击过去几个月曾和以色列方面有交易的公司的所有船只,不管这些船适合国籍以及目标港口是何处。 也就是说胡塞武装准备针对所有与以色列贸易的商船进行打击。 可能有人会说,胡塞武装能辐射到这些地方吗? 既然胡塞武装说了,他自己一定是会想办法的,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真的能打击多少商船,但谁又愿意随便冒险呢? 尤其是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登陆黎巴嫩、叙利亚,在那里接受伊朗的支持,对开往以色列的商船进行的打击。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伊拉克武装组织打击特拉维夫。 大家如果注意会发现,现在伊拉克武装打击以色列的武器射得越来越远了,最近伊拉克的武装竟然发射了巡航导弹,连续打击以色列第二大城市,前首都特拉维夫。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前首都,第二大城市,地处地中海沿海,对以色列来说非常重要。 从伊拉克发射导弹到以色列,需要经过约旦领空,但伊拉克武装打得越来越远,越来越准说明,这些武装背后有较为强大的国家支持。 谁在支持伊拉克武装?毫无疑问是伊朗。 大家看到这里明白了吧?我之前曾分析过,以色列打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后,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,绝对不只是一次反击,而是会对包括胡塞武装、伊拉克地方武装,在内的各路武装更大的支持,然后让他们对以色列发起更大力度的打击。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,胡塞武装到地中海,取拦截到以色列的商船,伊拉克武装获得了能够打击特拉维夫的巡航导弹,这都表明中东地区打击以色列的力量,再增强,再凝聚。 虽然以色列现在一心想进攻拉法,但这三大变化都是要以色列命的变化,未来一旦以色列显露颓势,这些力量越来越汇聚的时候,那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噩梦。 所以美国极了,疯狂忽悠沙特与哈马斯,因为巴以冲突,导致现在美国内有外患,国内各个大学的大学生疯狂示威游行,大有冲出校园,进入社会反抗以色列的意思。 美国警察现在疯狂抓捕这些和平示威的学生,已经抓了两千多人,美国大学生的行为,直接促使美国众议院以320票赞成。 91票反对投票,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,该法案严禁美国人在各个层面上,负面讨论犹太人以及以色列。 这可不只是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了,而是犹太人在美国成了人上人,拥有了种族上的至高无上,相当于印度的婆罗门。 自此美国所宣扬的自由、民主都成了瞎扯,从法律逻辑上都讲不通了,美国的外患就更多了,可谓是千疮百孔。 但美国最不想发酵的就是巴以冲突,美国无法控制以色列,还不得不持续援助以色列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又不希望中东陷入大乱,于是只能采取忽悠之术。 根据最新的报道,美国正在忽悠沙特与哈马斯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,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谈判,在最近几周加困了速度。 许多官员乐观地认为,有可能在几周内达成协议。 达成什么协议呢? 美国以结束加沙战争并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为条件,与沙特等国达成协议。 然后他们再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选择,要么加入该协议,然后与沙特建交,要么被抛弃。 当看到这则消息后,真的是一言假的。 一方面美国能左右以色列吗? 在美国国内都已经把犹太人立法变成天龙人了,美国还哪里有能力控制以色列? 另一方面二战后巴勒斯坦都未能完成建国,美国现在也不同意,美国怎么推动巴勒斯坦建国? 以色列根本不答应,美国也做不到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忽悠沙特,沙特又不是傻子,怎么可能上当呢? 而且土耳其都与以色列断绝贸易往来了,沙特这个时候要与以色列和解吗? 所以这一切纯属美国忽悠,大概率忽悠不住任何人。 美国第二个忽悠的对象是哈马斯,美国已经向哈马斯保证,只要哈马斯释放人质,美国就保证以军全部撤出加沙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这个释放人质的提议,包括三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为期40天,其中包括释放128名以色列人质中的33名。 以色列国防军从加沙部分地区撤出,第二阶段为期42天,释放所有其他活着的人质,双方继续在加沙地区保持停火状态。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,双方交换战王人员遗体,也将持续42天。 美国的承诺管用吗?以色列会遵从吗? 在我看来,首先以色列是不是会放弃对拉法的进攻很难说,现在看以色列想一举拿下拉法,然后把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赶到埃及,美国到底是施压还是忽悠哈马斯? 现在难说,其次哪怕就算停火三文一百多天,哈马斯真的交出人质的时候,也就是以军大规模进攻之势,所以美国这个所谓的承诺一定是忽悠,以色列也是忽悠。 当然对哈马斯来说,能把剩下的一百多人换回一百多天停火也算可以,这应该是哈马斯为啥愿意上当的原因,当然真的到那一步,又是美国和以色列失信于人,他们在国际社会就越来越没有国家支持,美国是忽悠还能忽悠多久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